大家好,我是霍霍,今天我们用洋葱和鸡蛋来做好吃的 把鸡蛋倒入洋葱里面,稍微搅拌一下,就超级的好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吧 首先准备两个洋葱,最好是选的这种紫皮洋葱 它的燃养价值非常丰富 里面的甲离子,维生素含量都非常高,还有丰富的花青素 我们多吃一点点的洋葱对身体好处非常的多 清洗干净之后,去头去尾 在对半切开,改刀切成四半 切洋葱的时候,经常被熏得眼睛流泪 先先教你轻松化解 把切好的洋葱放入清水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搅拌一下 让食盐化开,浸泡5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个巨皮的胡萝卜 先切成薄片 搭配胡萝卜不仅可以丰富口感,而且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胡萝卜切成细丝之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个青椒,去头去尾,从中间切开 把辣椒籽去掉,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和胡萝卜放在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个苹果,加入一勺食用盐 把果皮脱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对半切开 切成四半 把苹果糊去掉,不要 改刀切成厚片 苹果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平常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苹果 最后改刀切成小碎丁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里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洋葱切成丝 用盐水泡过的洋葱,切起来就不个辣眼睛了 不然的话,真的是切一次枯一次 最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里备用 再准备一个洋葱,把它切成洋葱圈 然后再把洋葱像这样一个个的掰下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四个鸡蛋打入小碗里 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再慢慢的把鸡蛋液倒进洋葱里面 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一小勺胡椒粉 一小勺生抽 然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所有的食材都均匀的裹上鸡蛋液 搅拌均匀之后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的面粉 再加入一勺的土豆淀粉 然后继续搅拌均匀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 像这样粘土的菜糊就可以了 锅中刷一层油 把洋葱圈一个的放进来 舀入适量的蔬菜糊 用勺子整理平整 像这样把每个圈都填满 表面再来点黑白芝麻增香 然后呢盖上盖子 开小火慢慢的烙 先烙三分钟左右 烙至表面定型 再翻个面 哇 现在就已经非常香了 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盖上盖子继续烙 烙三分钟左右 把盖子打开继续烙 烙一分钟翻一次面 大概烙三分钟左右 勤翻面 饼子不容易糊 这样能保证表皮金黄 里面也熟透 像这样表面微微鼓起 就说明已经熟透了 出锅 全程中小火 大概是煎了八分钟左右 移到非常简单 又快速的洋葱饼就做好了 它的外观小巧圆润 颜色金黄金黄的 一口咬下去 外酥里嫩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做的洋葱饼 有淡香 还有浓郁的洋葱香 还有苹果的果香 口感软糯 各种猪菜搭配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对于挑食的孩子来说 这个早餐真的是太好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 拜拜